美國的大城市都有許多的遊民 他不只是躲在這個 地鐵下面 橋下 甚至公園 還有可能住在地底下面嗎 因為最近加重的洛杉磯 拍他這個畫面非常的詭異 有一個男生在博物館外面的人行道 掀開一個鐵蓋之後把包包放進去 然後又掀開另外一個鐵蓋 人整個人鑽進去 不見了 到底他是不正在地底下面 生存還是做什麼樣的秘密行動呢 不得而知 而史諾登他就曾經有披露過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 每天都會收到政府給他 地底人活動的報告 我想問加分 這世界上真的有地底人嗎 大家都很好奇說 到底有沒有地底下的世界 然後地殼裡面的地蔓 裡面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但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是在美國剛剛那個影片 洛杉磯有一名男子 他竟然可以打開一個蓋子之後 整個人就逃進去了 進去之後蓋子蓋起來 好像就這樣消失無蹤 其實這是在一個博物館外面的人行道上 一個方形的鐵蓋而已 鐵蓋大家就去打開一看就發現 這個人還真的在裡頭 而且他住在裡面 住在下面 怎麼住 因為進去之後 看到裡面還有很多的東西 有吃過的垃圾 飲料罐 還有水瓶等等的這些跡象 結果後來他們發現說 原來這裡面是一個公共設施的 一個廚房設備的地方 他在裡頭有很多的嫌疑 可能會引發火災 地線走火等等的 於是就將他驅離 沒想到驅離的時候 發現他有一些比較暴力的傾向 當場就將他壓制 但是也因為這樣一個 在地體裡面生活的這樣一個現象 讓大家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人類 真的可以在地體裡面生活 於是結果大家發現說 在澳洲有一個沙漠 這個沙漠很奇怪 看上去表面上都是這樣子 荒芜一片 全部都是黃沙 好像都是一些荒芜的山丘一樣 這沒辦法住人吧 你知道嗎 原來這裡頭 這個城鎮住了2000多個人 在哪 一望無趣 奇怪 人都在哪裡 其實全部都在地底下 可以活嗎 真的很奇怪 怎麼會在地底下生活 原來他們發現說 這個城鎮這些民眾 為什麼在地底下生活 因為澳洲這個沙漠 專門出產的是大量的蛋白石礦 這個蛋白石礦他們每天都在挖 然後這個蛋白石非常的漂亮 還可以做成項鍊 耳環等等的 但是在表面上 溫度每天可以白天高達50度 地底下只有25度 比較冷 對 如果你要在地表上蓋房子的話 這個錢跟在地底下挖洞 反而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他們願意在地底下生活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 其實你看住家在裡面有沙發 他們怎麼樣在裡面住 吃 睡 全部都在裡頭 而且大家會覺得說好驚訝 像是一個真正的廚房 還有客廳 臥室 還可以做成三房兩廳的 你要怎麼樣家具裡頭 通通都可以有 而且如果是一個住家 或是兩個住家 你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好息息的 就挖個洞 但是你知道嗎 這2000個人在地底下 變成一個小型的社會 變成一個小鎮 因為你要出門去 你要採買 你要去超商 你還要去上教堂 這些全部都在地底下 所以有地底超商 地底教堂就對了 還有地下的酒吧 好有趣喔 你要夜生活也全部 都可以在地底下來做進行 然後你看還有地下的書局 要看書 買書 出去逛個街 甚至喝個酒 跟朋友聊聊天 聚會 都不用到地表上面去 明君妳知道嗎 唯一在這個沙漠裡頭 要上去地表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什麼 要幹嘛 打高爾夫球 是 休閒活動必須要到地面上 不然沒辦法打 對 沒有錯 但講到剛才看到的是 真的人活在地底下 有的人是不得已 像遊民沒地方做 只能鑽在這個地下道的空間 澳洲這個小鎮是因為 天后的關係地面上太熱 乾脆在地下面蓋一個小鎮 在裡面都可以解決食衣住行 可是說真的 這是地球人的行為 但是地底人這個生物有沒有 是不是有這個在地球上生存的跡象 好 我們大家都很想知道 有沒有什麼機密文件 可以告訴我們 實證實據的真的有地底人 甚至有所謂的蜥人 在地殼裡面去活動 我們就來看看這位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前CIA的職員 他是員工 叫做斯諾登 對 他非常有名的是 當時揭發了美國監聽門的事件 就是說美國其實一直以來 都在監聽民眾的電話 通訊這些 原本一開始大家還不相信 但是後來他拿出了這些資料 結果大家證實了 真的有所謂的監聽的計畫 但是你知道嗎 斯諾登他又揭發了 一張秘密的文件 他說他手上握有的資料 跟他看到的內容 是有實證實據的 他說其實已經有所謂的 最高於人類的智慧的種族 已經在地脈當中去生活 而且這些人類 他們比我們現代人的智慧 還要再更高 好 他為什麼說 這個生活在地脈這個地方 地脈是什麼地方 好 其實我們來看 你看這是一個地球 其實裡頭有所謂的地脈 也就是所謂的 這重中間有一個地殼 有內殼 外殼等等的 那麼在旁邊有一個 所謂的地脈這樣的一個城 在外面就是我們所說的地殼 地殼其實我們就知道 有一些地殼的運動 會有擠出一些山等等的 會有地震 地殼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在做變動 但是很奇怪的是 在地脈的這個地方 數十億年來都沒有任何的變動 它是很穩定的 非常穩定的 所以這是非常有利於 一個文化的發展 或者是智慧生物的發展 因為它不會有摧毀的問題 好 這個示範 他就提到地脈這個部分 好 我們再回到 剛剛史諾登講的 他說這個人類 他們高於我們智慧的人類 存在於地脈 而且他們堅信這些智慧聰明 是高於我們非常多的 包括了他們的國防部 也正在研究這個計畫等等的 這個是前CIA的這個員工 他所說出來 他握有實證實據的這些資料 好 在這兒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地球的內部 有一個3500米的一個核 這個核有所謂的外核跟內核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中心點 那麼其周圍還有一個 2900千米的地脈去包覆 接著在外殼 我們人類基本上只能夠探測到 這個所謂外殼的部分 因為它也有5到7千米左右 但是你知道我們剛剛提到的 因為地外它一直以來 都沒有在做變動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穩定的住所 可以維持長期的生命 據說裡頭的人類 已經是發展極高度的文明 我們人類其實對於地球的內部 研究是非常非常少的 因為我們的探測器也好 我們的技術跟科技也好 是遠遠無法 給予裡頭的內核跟外核 再者我們其實都會想要去探究 於是也有軍方的人員 想要進去裡頭探究 那他們怎麼做 這是一個美軍的退役 海軍少將他的日記 他說有一次去南極 去做一個探測行動 為什麼要到南極去 因為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包括了整個地球上面 包括了白木達三角洲 還有包括了比如說 中國的敦煌 還有南極跟北極 這些地方是磁場比較特異的 跟一般地方磁場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是通往其他世界 甚至是地心的入口 有這樣一個說法 電影好像常常會這樣演 就是說不管是南北極 很容易探測到地心 甚至可以接觸到地底人的文化 沒錯 這真的有人去試 真的他們有一些軍方人員 就想要去看看裡頭到底有什麼 於是他們就先到南極去做探測行動 那麼這個代號叫做跳高行動 總共出動了4000多人 13艘的船艦 那麼說也奇怪 在他的日誌當中 他說他們就飛機開始 從南極的地表開始往上空飛 飛到一個高度之後 竟然好像就進入到一個結界裡頭去 然後他就看到了很多 透明水晶的建築體 還有很多的人類 而且皮膚都非常非常的白 講的是北歐化 然後他也告訴他們說 你可以很歡迎你到這個地方來 他也覺得很奇怪 於是他就將飛機降落在這個地表上 好像進入到 與地球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完全不是他熟悉的世界 是 於是他就跟他們做交談 就問他說 你們會不會想要到這個地表上 來看一看 會不會好奇 他們說會 但是他們發現說 人類好像擁有殺傷力非常強的武器 於是他就說了 美軍從日本跟廣島投下了 兩顆原子彈之後 這些很奇怪 皮膚很白 講北歐化的這些人 他們覺得說 他們還是待在裡頭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不要去干擾 人類在地表上的一些戰爭活動 但是他也警告說 你們這樣有可能會摧毀人類自己 好 這個是他們在當時 這個南極的探測行動 回來之後寫成的日記本 而且其中還記載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 他說他有看到 很多的飛行器會到地球的表面 去進行調查 這會不會是我們其實之前 提到的一些UFO 或者是一些 UFO 對 都有可能 因為他從海底飛到空中 又飛回海底 會不會海底 就藏了很多這樣的一個飛行器 再者我們講到了很多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 很具公信力的 一個觀測的專家 就是NASA 對 海中總數 沒錯 NASA其實也收 他也有一篇報道是說 NASA曾經收到一個 來自地球內部的 一個無線電的信號 而且這個報道是非常非常正經 沒有在那些 講一些怪力亂神的 他怎麼說 NASA發的報告說 來自地球的內部 這內部指的是哪裡 是 好 這個高級官員他就說 他說這個衛星訊號 接收到的是地球深處 所發出來的無線訊號 而且他們經過定位之後 發現是在地底下的 好幾百公里深 那人類既然沒有辦法到裡頭去 那又是誰 什麼樣的生物 對 從地底下 好幾百公里深處 往地球發出訊號呢 於是經過了分析之後 發現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數字代碼 而這個高級官員 他也賣了一個關子 他說他們現在 NASA其實已經解開了 這個裡頭的數字亂碼了 他們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他只能告訴我們現在人類說 這一段句子會引發 人類巨大的恐慌 跟不知所措 所以不能講 對 所以沒辦法公開 但是已經知道說 地底下的人類 或者是地底下的生物 他要告訴我們地表的人類 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現在已經知道 而且美軍已經破解了 這樣的一個地底的神秘密碼 進入暑假 不少台灣人衝到日本旅遊 從北海道到南部的九州 滿滿都是台灣遊客 尤其在大阪的黑門市場 你一定聽過 經很多愛吃的海鮮掏客光顧 因為最近日幣很便宜 去日本花錢很開心 但是怎麼到大阪黑門市場 要花的錢特別多呢 有人發現這邊賣的物品 比外面貴兩到三倍 家明 去日本觀光很好玩 可是到這些地方 是要先按按計算機 先比價一下 比較省荷包呢 對 確實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想說 現在日幣近半年來 貶值貶的好多對不對 感覺我換了多少錢 我到日本去 我好像買一樣賺一樣 所以就比較肯花錢 先來看一下 其實在日幣的一個走勢來說 其實在6月30號跟7月1號 大概已經來到了近半年的低點 來到0.2185 那當然今天呢 今天來說當然往上爬了一些 今天是收在0.2264 雖然說看起來感覺好像有略為上漲 但是你去比較這半年的一個趨勢來看 其實相對來說還算是比較便宜 它要到1比5了 也是很不錯 對 所以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那我換日幣去日本 感覺可以當大爺 真的 這個錢花起來你都不會覺得心疼 不過最近大家如果說有去大阪的話 像我之前去大阪 我也去過黑門市場 那地方真的是你說要吃海鮮 要吃生魚片 真的零零種種一大堆 那黑門市場其實在日本 其實它的歷史已經超過200年了 那因為也匯集了包含 日本各地的一些食材 都覺得很新鮮 所以有所謂天下的廚房 你去那邊找吃的準沒錯 但是現在有人發現說 現在去黑門市場 感覺要花的錢 變得比之前還要來得多一點了 而有時候可能不是多一點 多滿多的 市場不是應該是便宜著稱嗎 要花到哪裡去 對 但是因為這邊觀光客比較多 大家這樣光聽我講沒有趕 我們來看一下 在那邊大家會帶的東西 大概可以邊走邊吃的 像是什麼帝王蟹餃 買了之後它現場可以幫你烤 那你就可以一邊啃 非常香 非常新鮮 但是帝王蟹餃 四隻要價三萬日幣 等於說大概台幣要6609元 這個看起來感覺真的是滿貴的 因為在台灣吃 可能一隻餃大概500塊 但是這樣等於算一隻腳要1500 對 但是明君你知道 在之前比較多年以前 它賣一隻蟹腳 大概1500日幣到3000日幣左右 現在變3萬 現在變成一隻大概1500塊台幣 所以感覺前來這個原本 日幣到台幣賣 對 日幣到台幣賣 感覺稍微比較貴一點 另外還有包含這個蝦子 看起來跟手掌一樣大對不對 相當大隻 現在也要2500日幣 大概台幣550元 但是你看這之前的照片 一隻多少 1400日幣左右 所以感覺也快要翻了一倍左右 另外看到這個干貝 這個新鮮吃真的是新鮮又甜 那個入口都覺得很甜 兩顆大概是1000日幣左右 台幣大概220元 感覺好像還可以接受 那之前大概兩顆的價錢 大概是700-800塊日幣左右 所以略為上漲了一些 另外包含牡蠣 這個兩顆大概也是1200塊日幣 折台幣大概264元 但是也有一些國家 有些地方真的出現很嚴重 坑殺遊客的現象 在哪裡 先來帶大家看到南韓 南韓 南韓也很多人去吧 對 南韓今年其實跟去年同期 比起來 遊客數多了七倍這麼多 但對商家來說 真的也是忍了三年 尤其在哪邊 女生最愛去 去哪裡 就去明洞了 因為其實之前疫情 好多店家都已經倒了 現在當然觀光客回流 當然商家也想要好好來做生意 但是就出現很多 漫天喊價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明君你去過明洞嗎 在那邊 一定要買化妝品 藥妝店 買應該會覺得很便宜對不對 便宜最多了 好 但是大家女孩子去 可能想說保養要買個面膜 所以有遊客他花了3萬韓元 買面膜 大概770塊 你也覺得合理 因為就是韓國可能有時候 面膜有添加什麼添加 就是這種保養液特別有效 但是他看明細才知道說 不是3萬塊 是30萬韓元 被打了30萬多一個零 對 所以就不要說 不要說我們看不懂 要不要亂打 對 所以你就會想說 這面膜紅金是不是 裡面有放金箔是不是 為什麼買個面膜 竟然烘台價格到7700元 很多人真的是會覺得當冤大頭 不過你到泰國去 泰國今年也是好多人去對不對 泰國消費就低了 對 感覺就比較便宜 當然有些人覺得說搭車 有時候搭這種嘟嘟車 或者是搭計程車 移動比較方便 因為天氣又這麼熱 但是看到這個畫面 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身材非常的魁梧 這個遊客 他是從附近的曼谷的大皇宮 搭車回到飯店 路程其實只有14分鐘 沒有很久 那當然這個司機就跟他索討說 700塊泰銖 因為泰銖跟台幣差不多 等於說你14分鐘 光車錢就要700元 聽起來已經不太合理了 他還下來跟你講就是說 還有300塊 我服務費要另外算 對不對 我14分鐘就要花1000塊搭車 不合理 實際上跳表 這14分鐘路程大概多少 大概100泰銖 100泰銖 騙1000泰銖 所以變成說 你這個光車費 100你說700 然後甚至還要再加服務費 等於說你收了10倍的價錢 那當然真的這種坑沙遊客的狀況 真的大家出去玩都要特別的小心 這真的會吵架 但說到坑沙最嚴重的 不只是坑沙外國 連本國人都要坑的 那就是中國大陸 對 長到坑沙遊客 誰能夠比得過中國大陸呢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些人可能 包含自己國內 他們國內旅遊 其實這個坑沙的狀況 滿誇張的 先來看 這個三亞的海鮮攤的老闆 可就厲害了 感覺像是在變魔術一樣 明俊你看來挑螃蟹對不對 螃蟹還活跳跳對不對 腳還會動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看到 它放到旁邊籃子裡面 它是移動也不動 這些螃蟹都已經死掉了 那它怎麼會動 所以你仔細看 明俊紅圈圈起來的地方有沒有 它的這個手指在旁邊 它動它的腳 有這個活的假象 手指去搖那個蟹腳 告訴客人說 你看它是活的對不對 客人說那不然你放到最上面 他說你沒有放在水裡 它怎麼會活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看起來真的好像活跳跳一樣 海鮮活的跟死掉的價格差非常多 尤其螃蟹 螃蟹如果一旦死了的話 它身體毒素 分泌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而且很容易臭掉 所以你看拿這種死掉的螃蟹 無良店家在那邊 用手指在那邊動 都動來動去 讓你感覺螃蟹是活的 那就是坑殺遊客對不對 所以這畫面一出 大家都覺得 天啊 這真的是太過分了對不對 好 那另外包含 如果說要出去玩 然後帶大家來到 甘肅城的麥基山石窟 這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歷史非常的悠久 但是這個地方怎麼樣 遊客你要開車到這個景區 我們有規劃這個停車場 那你停車場 你買票之後再到景區 看起來都合理 但是明俊你知道 它停車場到賣票的地方 你知道有多遠嗎 就頂流幾百公尺吧 沒有 它距離有8公里這麼遠 8公里 我停車場到賣票的地方8公里 那我要怎麼去 這還不誇張 我從賣票的地方到景區 到真的要到石窟的地方 還有3公里 所以等於你停車到景區 你有11公里 那怎麼辦呢 我總不能用走吧 我走到這個地方 我都已經虛脫了對不對 所以它就變成 變相要求這些遊客 你還要再花錢 搭我們的接駁車 還不是免費的 要錢的 對 我停車要錢 我接駁車要錢 我參觀景區要錢 所以變成說一層一層的 去撥這些遊客的一個錢 所以看起來就不合理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11公里 叫我用走的 好 再來 讓大家看到 這包含在桂林遊河 大家桂林山水假天下對不對 你坐著竹筏 撐高 一邊看看風景的風景 非常的漂亮 風景漂亮你會幹嘛 拿手機拍照錄影對不對 結果這個是外國遊客 他來到竹筏上面就講說 這個人太多了 師傅你可不可以搖慢一點對不對 撐慢一點讓我可以拍拍照 師傅就問說那你有紅包嗎 你有紅包沒辦法給小費 外國人想說什麼紅包我聽不懂 他說你沒有紅包你還想要拍照對不對 你要給我們紅包我才會慢慢滑 所以這個遊客說他到了這個 終點的時候看到他的家人 比他們大概晚了十幾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給紅包 所以你可以獲得美照 要塞紅包 你可以慢慢滑 然後慢慢欣賞風景 慢慢拍照 如果你沒有給錢的話 他就像光束一樣 滑 一下滑到這個終點 我上這個船找就已經給過錢了 我幹嘛還要多給紅包 尤其到終點的時候上面就寫說 禁止這個划船的師傅跟這些遊客 要任何的小費 所以看起來就很不合理 好 再來 另外講說這個划船 如果你用手機拍照 最怕什麼 手機掉到湖裡對不對 所以有遊客到西湖去遊玩 這個手機不小心掉進去了 旁邊就有這種工作人員 就這樣說 好 放出來了 不然這樣 我們談個價錢 我幫你撈的話 如果撈起來1500塊 人民幣 如果撈不起來的話 你也要給我700 因為這個工錢對不對 結果好像大媽想了半天想說 好吧 因為手機一支滿貴的 所以就決定好 成交 結果這個人馬上下去 順手一撈 馬上找到 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趴著 感覺眼睛很利有沒有 感覺鎖定目標 一撈 撈起來了 太好賺了吧 短短幾秒鐘就已經撈起來了 一般來說在台灣 大家會覺得說舉手之勞 對不對 幫忙撈一下 手機掉到水溝裡幫忙撈一下 哪有再跟人家收錢的 這樣就賺1500吧 短短幾秒鐘1500 而且沒撈起來賺700 所以就知道這種 坑殺遊客的狀況 真的非常的嚴重 好 那另外包含 你可能出去外面玩 你要買東西對不對 有個女生她去這個店家 要去買這種牛仔褲 牛仔裙 結果後來發現去四川的時候 裂開 想說是不是變胖了 為什麼會突然逼開 店家講說好 那沒關係 不然這樣 我也認賠 我就八折賣你 你就把它買回去 因為你四川的時候 把我褲子弄破了 對 那我八折賣 消費者聽起來也合理 大部分都會接受 結果她回去不對啊 我這個褲子對著燈光一看 會透光啊 是紙紮的嗎 褲子感覺薄得跟紙一樣 所以你就會看到 輕輕一絲 輕輕一扯 它就會破 所以無論是瘦子胖子穿 都會破啦 對 只要你一不小心 大力一點它就會破 所以這也是拿來騙消費者的嘛 好 那另外 在出去外面玩呢 還會遇到 包括像是到新疆去旅遊的時候 就有人這樣講說 你看看起來非常混亂對不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感覺是在這種金品櫃那邊啊 發生什麼事情原來是有一個遊客 他被指控說 你沒有把我的玉琢拿好 掉地上碎掉了 所以你要賠錢 而且你要知道玉琢很貴 有時候都是上萬塊的 那問題是 遊客不符啊 就覺得說 這不是我拿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就拍出示意圖了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就是這個店家 特別就是說 你看看 小哥 你伸手出來 給你看看這個玉琢 結果趁你手還沒有拿好的 差點就不移掉地上 他就破了 嫁禍給我 他就抓著你 跟你講說 我這個附近都有監視器 我一個玉琢就要一萬塊 你給我賠錢 這根本仙人跳吧 對 有點類似像 碰瓷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當然大家沒辦法接受 尤其這個賠錢價格 又非常非常的高 但沒辦法接受 那另外大家出去玩 有時候可能會選擇 這種非常便宜的旅行團 購物團等等 結果現在上了遊覽車 大家都想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所以有一個女生想說 那我上車睡一下覺 不行 這個導遊立刻講說 你要睡覺是不是 那不然這樣子 你要睡覺你沒有在尊重我 你沒有在尊重大家 我睡覺怎麼了嗎 不是 你睡覺的話 我怎麼有辦法在車上推銷產品 所以你要睡是不是 好 那沒關係 大家車子停下來 大家都不要走了 我們車就停在這邊 我等你睡醒我們再開 因為導遊要賣東西 他怕你不聽 不買 對 因為你低價購物團 我靠的是什麼 就是我車上賣東西 帶你待會兒去買什麼東西 你上車你就睡覺 你就不聽 那我要賺什麼 所以導遊就非常的生氣 所以你看這一種 大家覺得出去玩 就是開開心心嗎 遇到這一事情多少幸 我連在車上睡個覺都不行 而且還要被這樣 全車的家人這樣來側目 那你就覺得知道 中國大陸真的要比坑殺 沒有人比得過 中國大陸的慘況 好 中間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中暗 懸案 風起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全民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輯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